经过此生活 不一定带来财富的好处 更多时候 我们他们是为了信仰而牺牲了许多事情 我们来看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阿波拉罕 亚波拉罕就是 我们来看阿波拉罕做梦 我们一起来读报 一二三 亚波拉罕第一个生意 我们照耀我们家来的 每夜每夜的地方的时候 就是每次去 出勤的时候 他又知道他又去 可是 我们常常告诉上帝什么 我们做完阿门的 我们常常看上帝说 我一定要说你 要讲清清楚楚 然后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该往那里去 怎样去 几时去 我去的时候 怎么过日子 这些问题有了方案 我就马上斗生就走 圣经说 亚波拉罕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今天你去买票 你去车站买票 给我一张票 然后 然后那个票 收票也就讲 这个不知道去哪里了 你敢坐吗 很多人不敢坐吗 这个是上帝的车来的 你想一想 那一天 亚波拉罕收拾好行李 然后撒拉也旁边 一起帮助他收拾行李好 跟我昨天帮家 收拾行李之后 起码我知道 我跟我老婆讲 哎 我们搬家了 我们从龙尾搬来 帕拉论 我们又要放下 所以我老婆会吵过 可是亚波拉罕 老婆讲 哎 老婆 我们搬家了 老婆说 要去哪里啊 不知道 上帝叫我搬家 叫我走 我就走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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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 还是不甘愿 老婆又在问 哎 我们要去哪里 然后 然后 亚波拉罕就对他说 对着老婆 含情默默的 对老婆说 转着想着看 用眼睛 用眼神看着他 我要跟你讲 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明了 这就是上帝 这就是亚波拉罕的信心 难怪是 经常他是 信心之物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但是 我愿意得住 好 我们再来看他 生命中 最 最 最 一个 讲一讲 借奏 表战的一个 是 我们来看 西伯来书 一夕将 17天说 亚波拉 因着信 被试念的时候 就把 比撒献上 这便是他 领受 允许的 将自己 独生的 儿子献上 再一次 亚波拉 将 把自己的 把罗放下 将自己的 儿子献上帝 你可能会说 啊 旧约的时期啊 上帝可能讲话 是面对面的 我们当然毫无疑问 跟从啊 现在 但从以上的经文来看 亚波拉罕 献上 以撒的时候 也跟我们一样 凭着 心情去做 不确定 结果如何 今天我们看了 如果上帝叫我做 我也可以 叫我先儿子 我先十个 也可以 如果我有十个孩子 现在你是马虎炮 严一讲 当时 亚波拉罕的时候 上帝没有给他 阿兄 你杀了一个 我再送你一个 他没有这样讲 买一送一 没有 上帝没有讲任何的 应许 神说你要把你的 以撒献上 这就是上帝要找 没有好好的 好了 告诉你先见证